主席委員長,請金代表 請金代表 這個代表 跟美國這種外交的工作 我認為沒有藍綠對抗的問題 沒有什麼?對不起 沒有藍綠對抗的問題 這個外交是延續的 但是我看你從剛剛,尤其下午以來 你對抗的不是民進黨 對抗的是你的蝸稅蟲 蝸稅蟲,蝸蝸,蝸蝸,蝸蝸蟲 所以我想你還是要很尊重國會的 就有關委員的一個答詢的這個事項 能夠就政策上做一些說明 不要,我看有時候答悲所問 有時候這個也不曉得你到底在講什麼 有時候好像是故意聽不懂 我覺得這樣不太好 這對國會也不尊重 沒有我小偉 剛才一直很努力的針對委員的問題 都有回答 顯然你的體力 跟你的主觀表達的這個意願 有所違背啊 所以我再提醒你說不要帶 要注意專心 這個跟委員進行政策的一個答詢 那我先請教這個金代表 這個Richard Bush在2013年12月3號表達說 中國會是台灣加入TPP的一個障礙 那他的建議是說可參考過去兩岸加入WTO一個模式 也就是說中國先台灣隨後加入一個模式 那當時這個台灣加入WTO啊 是以前以後在同一天很快的一個時間幾乎是兩國或者兩岸同時就加入WTO 所以我要請教這個金代表就是說 就我國參加TPP的這個部分 你在美國的工作 你認為中國的因素會不會是台灣加入TPP在美國考量最主要的一個因素 或者是這個次要的一個因素 到底它的考量是什麼 我沒有感覺到它是一個 因為這個是十二個會員國 美國有它的影響力是不可否認的 所以最主要是美國的支持也是很重要 所以你感覺任何不到說有關中國因素的一個考量 我倒不是說完全有把握百分之百確定 但是我覺得最主要是美國 我們一直是我們重要的盟邦 美國能夠大力的支持我們加入TPP 不只是美國 美國我接觸的單位都一再的提醒我 這是一個十二個會員國的目前的組織 希望能夠我們多跟這些會員國 能夠多打交道爭取更多的支持 對我們未來加入TPP會員 就整個TPP的一個我們加入談判的這個主力裡面 中國因素你認為不是主要因素 我沒有主要美國政府跟我有這樣的表達 所以你的意見是說應該是在台灣有關我們在這個貿易自由化的一個程度 或者是說我們對於特定的這些譬如說農產品的一個保護 或者是藥品自衛安全的這個部分跟美方的一個旗艦沒有化解 所以到目前為止我方 到目前為止我方就加入TPP 我們還沒有向美國正式提出要申請 是不是 我們已經都公開表達 但是現在美國已經公開表達了 你加入TPP 你要先跟各TPP加入談判的這些國家 你要先一對一的進行協商 但是你到跟美國 我們現在跟美國的部分 我們現在都還沒有開始談 那什麼時候開始談 沒有我們跟美國都表達過我們的議員 但是他不跟你談啊 他現在還沒有跟你談啊 你應該 他不是對台灣而已 他現在所有的這個其他的國家 因為表達參加的議員很多 包括菲律賓啊 包括這個 其他國家已經十一國 現在已經在APEX加入談判啊 所以現在是十二國 韓國也表達參加的議員 已經明確的表達了 我知道嘛 我現在不管其他國家嘛 對不對 我現在是說 那我們有沒有正式的 向這個美方提出要求說 我們希望能夠進入這個TPP的雙邊的一個協商 我們跟美國行政設台事務的官員 跟美國的智庫 我們都是公開的 總統都已經在文道中公開表 那在美國優先順序改 為什麼台灣不是第一位優先進行協商的一個國家 還是已經同步 因為我們現在都只停留在說 我們表達議員啊 對不對 進入真正的實質的議題的協商 我們現在都還沒有跟美國談啊 所以我們想要等到什麼時候啊 等到搞不好你回來當國安會秘書長 這個議題還是丟在那邊啊 對不對 我剛剛講過 就是說 這是一個十二個會員國嘛 美國有它相當的影響力 但美國也鼓勵我們 所以我就挑美國問你啊 其他國家我就不問啊 美國都告訴我們 這個 他們很 持正面的態度 那正面的態度 他是希望我們儘快的做好準備 因為這第一回合不是我們嘛 其他的國家有表達興趣 都是他們 他們已經 今天前面委員 也都有談到 就是說他們在第一回合裡面 不會有新的 其他的國家要加入的可能性非常小 我知道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代表你可能 注意力不太集中喔 我的意思是說 你聽我講 我的意思是說 從此也許沒有那麼 你知道我還是 腦袋很清楚 你不要讓我有時間啊 你一直在殺我的時間 加入談判 那就表示我腦袋很清楚 你自殺時間 怎麼會胡言亂語 怎麼會腦袋清楚 你再把TPP的程序 我再跟你Repeat了一次 你必須是跟這些 雙邊的國家進行協商嘛 對不對 協商完大家都同意 你才加入談判嘛 對不對 沒有錯嘛 所以你應該是跟美國國會表達 或者是跟美國行政部門表達說 我們台灣有表達 我們台灣有表達 那為什麼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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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戰略 國際研究中西SERS的自勝貴米勒 在去年的12月5號說 我們沒有說到台灣想要進入PPP的正式要求 為什麼這樣講 你說Miller是學者講的還是 對對學者啦 是學者 你不是說已經提出正式要求 你不是說我們要進入協商嗎 沒有 我們跟行政部門通通有表達過 我們台灣希望盡早找 這個委員您也很清楚 您也知道 連總統都在就職文告裡面 特別公開講出來 這還不算表達 怎麼樣才能表達 那個代表我知道 我知道你的理 你在文告是講給國人聽啊 對不對 這個美國 AID在台北怎麼會不回報 日本安倍在APEX的會議上 他就公開表達日本願意要進島加入談判 所以表達議案當然訊息是很強烈 對不對 那我們 你不要說派領袖代表肖安棠去啦 就是在國際的一個政治場合的表態 一個 我覺得台灣的表達軟弱無力 我們休閒部總統在APEX也有表達 尊重我一下啦 我講完 我把我的問題講完 那再請你回答 好 那第二個 你跟這些其他的十一國十二國 你應該是也要表達說 那我們想參加嘛 那尤其當然是美國最重要 那跟美國談 你當然要第一步驟 你當然要盡情雙邊的這個協商 說我可不可以進去 那我們之間的有一些 彼此的一些 不管是他的一個關稅 或者是相關的這個範圍 這個本來你就要跟美國談 所以 美國就是跟你講說 你現在都還沒準備好 對不對 所以 我們政府假如真的是要推動這個TPP 我們要及早加入 這些TPP的這個談判 那我們一定要先做好準備 跟其他周邊國家先進行 先進行雙邊的這個協商嘛 所以我跟你講的重點是說 我們到現在 我們跟美國的雙邊協商 我們都還沒有進行 對不對 你表達意願 講一講就算了 那就停在這邊 那我們金代表 你也亮著沒事 你現在講 我看了你的報告裡面 你就跟美國國會 那行政部表達 工作就到這邊就結束 那你怎麼 馬總統的競選承諾 你總不能說 等民進黨2016年 你執政 最後四年大概加快腳步啊 你現在四年 責任還是要算清楚啊 不是嗎 代表 委員您跟我一直在爭這個 我說 我們跟美國這個政府 這個相關的部門 都很明確的說明 那美國的政府的態度也很清楚 他們現在第一回合都還沒有完成談判 對不對 他怎麼可能現在跟你成立一個什麼工作小組跟你協商呢 不是 他的態度也很清楚 希望你能夠盡早把貿易自由化的這個準備工作做好 多跟其他的會員國產生雙邊的互動 我也常跟今天上午我也講 我跟日本大使 跟韓國大使 跟其他這個越南的大使這些 現有的會員國 韓國還不是了 那我都有跟他們互動 也都 我還去見過紐西蘭的大使 也都表達過我們的意願 他們也都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他們現在第一回合還沒有談判 那時候我去見紐西蘭大使的時候還十二月 不是 那個代表 這個外交當然是請客吃飯很重要啦 不是請客吃飯 不過意見溝通也很重要啦 這個 在國內人稱金小刀 那你在美國 這個推動TPP當然絕對不是只有請客吃飯 或者跟大家溝通意見嘛 對不對 這個我剛剛問你是在政策上 就這個你不要金小刀到美國就生鏽 我現在跟你講的重點是說 好 那美方表達意見說我們台灣還沒準備好嘛 對不對 那我們到底是哪裡沒有準備好 或者是我們政策上有什麼 這個美方不滿意的一個地方 因為你要加入TPP一定像美方的重要 我剛剛跟您報告 我剛剛跟您報告 不是說美方說沒有準備好 他自己也說明他們自己的這個談判嘛 現在還在進行 所以他說 沒有錯嘛 這個代表啊 你一直在繞圈子你知道嗎 我再重複一次 你TPP要進入 你本來就要雙邊先協商 對不對 那協商又不是大家在那邊請客吃飯 協商的意思是說 就有爭議的事項本來大家要先談好 對不對 所以你要開始談 這重點是在這裡嘛 譬如說我們跟新加坡跟紐西蘭 這兩個都是TPP的會員國 我們現在都簽訂了雙邊的貿易活動 我們跟美國也是在推動簽BIA 也都是一樣 美國還是最重要嘛 對啊 我們非常積極在推動簽BIA 對 你這個BIA是你要TPP其中一個有正面因素的力量之一啊 但是 美方是 美國是很務實的啦 你也很清楚 他跟你談一定是談什麼農產品 他跟你談一定談智慧安全保護 他跟你談電信自由化 這些相對來講對台灣是需要有一些啦 是需要被政策上特別受到保護的一些政策嘛 所以我要跟代表建議的啦 你既然你TPP這個列為馬政府最重要的一個目標 你當然你在美國相關的這個部會 你在推動TPP的相關的這個 你必須是有我們所有經貿部門 最傑出最一流的人產 就在美國跟他們先談 你先跟美國就雙邊的相談妥之後 你才有機會嘛 所以我是跟政府建議說 你既然 有關TPP的這個部分是實質的問題 這個不是馬總統在元旦談話 每天都在講說要加入TPP 那講這個有什麼用 是不是講你同不同意我的看法 委員您剛剛講的就是說 除了這個要跟所有的12個會員國都要先建立雙邊的關係嘛 我剛才舉了歷史 協商 那我們跟這個新加坡 跟這個 紐西蘭都簽了這個貿易合作協定 那我們現在也在大力的推跟美國 希望能夠建立雙邊的這個所謂的BIA的這個協定嘛 這個也就是我們在做的 你講的正式協商 你講的正式協商 我覺得我們兩個是基同鴨獎 這個 至少我是覺得說我的精神是非常清楚 反而我是覺得說 我跟你講了一大堆 你還在跟我繞圈子 我沒有繞圈子 我是在回答您的問題 我現在在跟你講 你也自己剛剛都承認說 美國當然是說你們有一些 準備的工作沒有做好 他的建議就是說 現在時機問題 現在他們第一回合的談判都還沒有結束嘛 談判是加入他們的事情 我們現在連加入都沒加入啊 對不對 我的意思說你要加入談判前 你必須跟周邊的 跟相關的這些國家 你必須有一些協商 那協商卡到什麼 就卡到我們有很多的 包括我剛剛講的農產品的這些部分嘛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講的是這樣 那BIA中間在解決的 或是TIFA談判 都是針對這些問題現在協商 TIFA談判裡面很重要的 也就是在貿易自由化中 是我們TIFA會談中非常重要的個題 那個代表 我最後一個問題啦 因為我們漂亮寶貝站起來了 這個 在美國現在有很多 12國以外 有一些要加入TPP的這個國家裡頭啦 台灣的這個順序啦 美國優先這個 這個 這個協商的一個順序 台灣賽前面來後面 這個要問美國人啦 你在美國代表 我當然沒有辦法問美國 我才問你啊 對不對 有什麼困難 難度是不是很高 我們又再重複這樣的問題 剛剛也講說過 有可能優先得到美國國會的批准 這我現在請你評估啊 你要告訴我 這不是美國國會的批准 你要加入那個 要美國國會同意啊 他們自己現在 對於TPP 美國的國內 都有不同的聲音 所以他們自己還有很多的旗艦 我現在要問美國 你在美國當代表 所以我問你啊 合理啊 我剛剛給你回答 這些事情 台灣的國家 就是 美國人現在TPP 台灣的國家 不只是美國 包括越南線 日本 在中間的這個協商 你先不要去扯 我時間到了 他又站起來 你就不回答我的問題 浪費我的時間 不是 這個問題 你要不要先睡醒了 等一下我們再來 你一直要 一直要說我睡著 我睡著 你都不回答問題啊 對不對 我現在問你說 那你叫我去問美國 你代表我的問題啊 不是我沒有說要你去問美國 我說這個東西 我不能替美國人回答嘛 對 那叫你的了解嘛 你代表我的問題 我覺得美國一直持正面的態度 對我們 那你是你不了解 你的意思你不了解 別人不要把話塞到我嘴巴裡 我沒有塞到你嘴巴 我是按照你的情境 我做了判斷 對不對 你說叫我去問美國 我問你 我沒有說叫我去問美國 我說我沒有辦法 替美國回答這個問題 好啦 這個代表我還是重複啦 外交的工作 有關TPP也好 或者你再講到那個環太平洋軍演也好 我想有關台灣的國防安全 經貿安全沒有藍綠 好不好 我們也希望說 這個站在維護國家利益的一個立場 這個近代表在美國啊 要把你對付民進黨那一套 在野黨那一套 拿去對付這個美國 好不好 把你的金小刀插量 不要生鏽